闺蜜小颜最近表现得异常焦躁 起因是参加了一场高中同学会 那天到场的所有女同学除了她 全部都已经结了婚 有的甚至连二胎都生了出来 饭桌上大家欢声笑语 谈论的都是家庭和孩子 小颜显得格格不入 只能默默低头吃饭 在得知小颜依旧单身后 大家开始七嘴八十地劝她 哎快三十了还独自在外飘着 我都替你爸妈操心 别那么挑了 女人一过三十不好嫁的 天天把自己搞那么累干嘛 不如早点结婚生子 你看我现在 每天带着孩子逛逛街 多清闲啊 一顿饭下来 差点把小颜说得抬不起头来 那场同学会结束 二十九岁的单身女白领 小颜找我诉苦 觉得自己啊 输得一塌糊涂 但实际上小颜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并不是的 在朋友眼里 她喜欢研究美食 插画 摄影 谈量调顺 是个热爱生活 爱笑的姑娘 在同事眼里 她能独自一人带领整个团队 是气场全开的职场女精英 在父母眼里 她从小到大就是学霸 没让父母操一点心 一有时间就往家跑 是个体贴孝顺的好女儿 明明这么优秀的姑娘 就因为别人的几句评价 陷入了不自信和自我怀疑 这可能也是身边很多人的同兵 很多时候 我们往往是为了别人口中 所谓的幸福生活 而忽略了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美好 后台有许多的听友 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困惑 说上段感情分手之后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 身边的朋友陆续都结婚生子 我很羡慕 也很胶着 今年32岁 在同一家公司待了八年 目前还是普通职员 看着同龄人都陆续生殖加薪 心里很不是滋味 还有说 毕业之后选择回老家工作 看着北漂的同学 一个个月入过万 光鲜亮丽 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 是否正确 真是年轻有年轻的苦闷 单身有单身的烦恼 平淡有平淡的忧愁 但是在他们的倾诉中 总是少不了提及别人的人生 可是别人的人生真的适合你吗 每个人的出身 经历 环境 性格 喜好 都大不相同 所走的路自然也是迥然不同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也没有相同的人生 自己的人生 自己才是主角 其他从你生命当中路过的人 不过就是或轻或重的过客罢了 有人兢兢业业 专心搞事业 把实现个人价值 使作毕生追求 有人喜欢咸云野鹤 四海为家 一生放荡不羁 爱自由 有人向往一乌两人 三餐四季的婚姻生活 觉得平平淡淡就是真 幸福这东西啊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 不必羡慕别人 更不必看清自己 想到了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学姐 二十二岁那年大学毕业 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 她却先人一步 与相恋三年的男友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年后生下宝宝 婚后呢 她也没有像绝大多数人那样进入职场 而是线上开了家母婴店铺 自己亲力亲为 几年下来店铺呢 倒也做得越来越红货 二十九岁那年 因为观念分歧 她选择与老公离婚 并力争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她把店铺交给了别人打理 自己选择出国进修 读了向往许久的服装设计 目前她三十一岁 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正进化着明年回国开创自己的品牌 这些年来 不管外人如何评价 她永远是一幅不骄不躁 不慌不忙的模样 李安在《饮食男女》当中说过 人生不能像做菜 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这也是人生的繁杂奇妙之处 哪怕准备得再充分 你都无法准备预料到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所以不如时刻 保持一颗从容淡定的心态 不管你过去 还是现在经历过什么 都是你命中该走的一遭 不必感伤 更不必见怀 顺势而为就好 很多时候 当下没有得到想要的 是因为上天呢 总是把最好的留在最后 JK罗林在成名之前 被拒稿十二次 直到三十二岁 才出版了《哈利波特》 于敏洪 二十八岁被学校开除 两手空空几经波折 才创办了《新东方》 甄子丹 年近五十 才凭借着《叶问》 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 肯德基的创始人 山德市上校 被拒绝过一千零九次之后 才让客人接受了 这个新兴的事物 他的第一家授权餐厅开业时 已经六十二岁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一时的长短快慢 并不能代表什么 重要的是伴随一生的热爱 自信和勇气 以及坚持到底的信念 就像那句话说的 二十五岁后才拿到文凭 依然值得骄傲 三十岁没有结婚 但过得快乐也是一种成功 三十五岁之后成家 也完全可以啊 四十岁买房 也没有什么丢脸的 所以 别让任何人 打乱你的生活节奏 只要过得舒服 自在 有些事慢一点 晚一点 真的没有关系 很喜欢泰格尔的 《飞鸟记》当中的一句话 不要着急 最好的 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 纵使伤心 也不要愁眉不展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爱上你的笑容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走过的山水与泥泞 都是风景 尝过的欢愉与遗憾 都是精灵 尽情享受当下 你所拥有的 极尽真诚和热情 活出幸福的模样 你要相信 所有的离别 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所有的匍匐 都是为了有朝一日的崛起 所有的遗憾 都是为了来日方长的圆满 无论当下境遇如何 请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就让我们 把那些无人问津的岁月 熬成清茶 等一场芳香四溢 编写的 编写 写的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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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